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首先带您关心艺文消息 全球规模数一数二的英国爱丁堡艺岁节 台湾表演艺术团队连续第九年以台湾季的国家品牌闯荡 最近举行的台湾之夜涌入超过200名各国艺文专业人士和爱好者 显见宝岛 魅力无穷 舞者在台上卖力演出 首次参加爱丁堡艺岁节的台湾舞团 肢体技巧 融合太极等东方元素 台湾表演艺术团体连续第九年以台湾季的国家品牌登上爱丁堡艺岁节 日前举办台湾之夜 吸引超过200名各国艺文人士 去年受到疫情搅局 今年终于回归实体举办 我感谢了一位大城市的大城市 和一位大城市的大城市 和一位大城市的大城市 为了支持台湾的良好影响 良好的表现 在这里的年龄 这是我的表演艺术团体员 台湾季节 我表演艺术团体员 现在已经有充足的节目了 这是我们的40周年 但这是我们第一次与台湾季节 我们很高兴 在这一年参与台湾季节 这一年参与台湾季节 是一位大城市的大城市 经过疫岁节初选 以及文化部邀请专家学者复选 今年共计有四个团队参与台湾季 各个团队现场演出 分别长约五分钟的精彩片段 其实蛮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使用技巧训练的方式 然后结合做再见 这个突然的瞬间 发生的瞬间 长期的感受 融合成一种新的 我觉得我自己会想要 跟他把他叫做 新的一个台湾的舞蹈员 概念是要很轻松 然后让不同的东西 进入到很深 那我觉得其实跟台湾的那种 就是党鸡啊 明明其实很像 所以我就想说 我们有没有办法把一个 传统的文化变成身体 或是表现的一部分 而武林剧场的作品 《生命之光》 获选为易岁节特别推荐节目 被比喻是台湾的太阳剧团 才在纽约林肯表演艺术中心 等一集场馆演出 商业成果可观 那我也更希望他能够接触 更多的观众 所以他就产生了所谓的 商业的一个价值 而不是为了商业价值 去做所谓的艺术 台湾之夜活动 由阿美族艺术家 优席夫和资深表演艺术评论家 胡特拉担任主持人 在台上逗乐台价观众 炒热气氛 会场提供台湾特色小吃 以及在苏格兰 颇获好评的 葛马兰威士忌 除了表演节目 台湾之夜推出论坛 不少台湾意象 呈现在爱丁堡一岁节 显示台湾品牌的 好可飞 中央是记者神韵 爱丁堡多大 再来关心体育新闻 最近美国体坛 有哪些大小事吗 好 雅婷马上就要带你来关心了 就是我们美国职棒的 台湾旅美好手 张玉成 最近表现 可以说是 倒吃甘蔗 越来越好哦 看到台湾之光表现 越来越好 真的很替他们开心 接下来的时间 就交给主播吴升宏 马上带你来关心 美国职棒 我们台湾好手 张玉成的表现 又是如何呢 马上带你来看到了 其实在这个美国媒体 也有相当的赞赏 他最近的表现 首先我们就来看 光芒队的 Podcast主持人怀乐 他就在推特上面写说了 刚到光芒前的 26个打席 张玉成 他的吞K率 是将近五成的 而且他的急球出速 是有到87.7英里而已 不过在最近的 35个打席里面 他的吞K率 明显下降到 只有两成左右 可以说非常的少 然后而且他这个出速 急球出速 也就是所谓EV 是把这个94.5英里 明显的比之前 还要来得高 而且也曾经呢 急出这个最快的速度 是110.9英里 也是他生涯的新高 当然另外呢 他也推文呢 列出了16个人的名单 他说这16个人的名单 都是很有打击实力 其中包含谁 我们就带你来看 包含洋机队的 Aaron Judge 法官大人 还有日籍的这个 双刀流 大谷祥秉 跟张玉成 这三个是并列 他认为他们都有能力 来参加全力打大赛 这个是张玉成的表现 事实上除了张玉成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位 台湾好手是谁 另外一位台湾好手 就是林子伟 林子伟呢 他在这个最近 今年三月的时候 他是与大都会签下了合约 但是呢 他的最高成绩是小联盟的3A 不过呢 其实因为他加入之后啊 频频是进出伤病的名单 因此表现的机会 并没有到太多 那他的打击率是 一乘五二留下这样的成绩 也被释出了 不过我们现在来带你来回顾 当时他的辉煌史 其实林子伟在2017年到2021年 都曾经在大联盟出赛哦 那他总共累积了193个打数 敲出43支安打 打击率两乘二三 不过好消息也马上来得很快 他最近啊已经被签到了 这个美国独立联盟 大西洋联盟的长岛压队 而这个长岛压队 还特别发出这个推文 说欢迎直海啸 其实是用他的直来翻 来这个做一个相关的谐音 说他这个是tsunami 要来欢迎他加入这个球队 希望能够为接下来的表现 都有所进展 而另外要来带你来看呢 是NBA了 NBA最近谁呢 这个议题呢 是吵得相当的火热呢 没有错 就像观众朋友知道的 蓝网队的杜兰特 Durain Kevin Durain 他在休赛季的时候 一次是对高层不满 那他一频频的喊出 要卖我卖我 他不想要再待在蓝网了 那可是都一直没有进展 于是呢 没想到这个前勇士队的 传奇中风伯格特 他的推文 写说 其实很简单 只要杜兰特推文说 自由香港 自由台湾 他隔天就会被不见了 这样的讽刺言论 也在网路上引起了不少效应 在海外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 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 掌握全球脉动 游文化总会举办的 台湾Plus 生活节 魁为三年重返东京 预计九月中旬登场 迎接后疫情时代 今年主题为台湾集日 祝福台日民众都吉祥安好 活动期间将推出台湾市集 和精彩的音乐表演 也首度直送当季农产 抢工美食商机 日台交流协会 副代表横帝旺 全程台语致词 迎接即将在日本登场的 台湾盛典 魁为三年 文化总会再度进军东京 以台湾Plus 2022台湾集日为主题 定在九月中旬 举办为期两天的生活节 希望能够重启 后疫情的 台日友好的交流的情谊 然后也希望 能够祝福彼此的人民 平安健康 迎向台湾集日 也迎向大安集日 文总自2018年起 两度在东京举办 台湾Plus生活节 引起热烈回响 今年在防疫政策 迈向开放的趋势下腹半 活动期间 除了有集结各式品牌的台湾市集 还有八组表演者 带来精彩的音乐演出 展现台湾多元风貌 今年度的台湾Plus生活节 文总也和农委会合作 首度精选当季农产 直送东京 要让日本民众享受最新鲜的台湾美味 全球正面临通膨挑战 英国通膨也居高不下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英国7月通膨率飙升到40年来新高 各大产业的员工纷纷上街要求调薪 从铁路机场到律师都有 教师护理师在内的工部门职员也发出怒吼 生活成本越来越高 工厂内的食品原物料是英国人日常必需品 不过英国正面临经济衰退 生活成本危机跟着变得严重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 指出食品价格上涨 7月通膨率飙升到40年新高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从6月的9.4%上升至10.1% 如果您可以认识它 您可以管理它 如果您不认识它 它会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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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月初警告 今年通膨率将攀升至略高于13% 为1980年以来的最高点 英格兰银行也预期英国将进入衰退 而且会持续到2023年底 这些双鸡政府 都没有办法 没有答案 在冬季年龄再次在冬季年龄 我可以告诉你 亿免的亿免都很惊讶 英格兰银行在政策会议 将基准利率上调0.50个百分点 至1.75% 为1995年来最大升息动作 全球争相降温 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而引发的炙热通膨之际 英格兰银行的举动 反映上个月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 和欧洲央行采取的积极货币政策 中央社综合报导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亚婷 帮我们再回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